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没有可爱的外表 至少要有实用的技能 可乖 这风力还满意不 要不要再大一点 我不仅能扇风 还能唠嗑呢 也能看完 还能做饭 偶尔还能吃价 你看在我这么勤快的身上 你收下我当宠物呗 你怎么样 你不要供钱 每天一根肉骨头就行 保证你不会吃亏 不会上班了 这是个啥啊 你 你好 哈喽 有病吧 我的 听不懂英语吗 这是中文呢 绝对有病 你不理我 喵喵喵 还是个傻子 太冷漠了吧 这眼啊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长这么丑啊 我都不敢认真看的 怎么不见了 走了吗 这不还在这里吗 难道在跟我捉迷藏 门背后也没有 说 你最近躲在哪里 热衷鱼捉迷藏的还有下面这位 拖ście 脖子 布 tens 你不能帮我 吃肉 你能帮我 我又噶 我就 她很很飓 撒サラ 布袋 所有人 导臣 你就摸一摸 我刚好饿了 狗狗不理主人啦 主人怎么能让它回心转意呢 贱你贱的贱的了 贱的了 明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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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这首歌 但她的顺利 贱的了 贱的贱的了 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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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hl few ooh are you gonna forgive me are you gonna look at me maya maya tomorrow i love you i love you maya 好 好 谢谢 你最终看我 妈呀 我爱你 哄人开心需要技巧 并不是每一个人唱歌 都能把人哄开心的 你要是唱歌像张旭游那么好听 我听着肯定是开心的 但是你要是唱歌 跑调 走音 破音 跟不上节奏 那我听着真的是 其实心里也会开心 毕竟这么搞笑的表演不得见 当歌手很辛苦 我有一个邻居就是歌手 每天很晚还在阳台上练歌 所以当歌手的邻居也很辛苦 经常是睡眠不足 困成下面这个样子 主人你好好上班吧 我实在困得不行了 必须立刻马上就要睡觉了 你看我这黑眼圈 你别想骗我 这个黑眼圈明明就是天生的 其实我也想舒舒服服在家睡觉 可主人却偏偏要带我出去旅行 这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 那给我搜搜榜吗 五花大榜的 我总感觉是要去屠宰场 有些狗就不那么老实 我下楼倒垃圾的功夫 我家旺财就已经越狱成功一半了 我要是再晚回来五分钟 你就无法无天了 那个你听我解释 那事实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 真的 小鸭坐在这里面舒舒服服的 为什么想着越狱呢 狗狗是有多想不通啊 你的淡定气质 差点就让我相信你是一只与世无尊的猫了 别忘了 你曾经也是上述倒鸟蛋的狠角色 别以为你已经推出江湖 我们就会忘了你的斑斑劣迹 其实我是过来做家政服务的 帮鸟儿们整理房间 对 我家猫咪根本就不喜欢那些 它只喜欢电饭堡里散发出来的饭香味 猫咪看你的神情有种喝醉了的感觉 别整那些没用的文艺饭我告诉你啊 赶紧把叶子给我 否则让你见识一下沙包大的拳头 给你不就好了吗 好好的用什么暴力 我最喜欢暴力了 平时肚子饿了 我就戴上头套去街边的便利店 你们看着办吧 我不要钱 只要吃的 方才这种事情还是找你主人比较好 不要伤及无辜啊 平时我自己都吃不饱 你居然还要尝我的狗粮 不过我们有烟在先 你记得给我留一口 下住人 我闻你身上的味道怪怪的你 你是不是拉身上了 我家的拖把要成金了 居然反身一把咬住了拖把的棍子 看来平时被他摁在地上拖 你很有意见 最后再说一遍 我不是拖把 不要在那棍子戳我了 除了行走江湖 一定要有一点本事 现在我就将我三年多的内功 都传给你 记得要行下张艺啊 别的我没学会 但是我学会了你的拍马屁神功 我也觉得自己内力过人 不信你看我的衬衣 都快束缚不住我体内的洪荒之力了 大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这不是内力 你这是因为真怕 我小时候呢 觉得自己骨骼清奇 别人骑老款自行车都是跨过去 而我是把腿拐过去踩 请问我的骨骼是不是很清奇呀 小伙子 你这下肯定摔得挺惨 天鹤这种事很难说 更多的情况是靠后天 你看我二十几年没理发了 别说长发机啊 我都能绕地球一圈了 大姑娘 这要是晚上的 你还不得把人给吓死 对男生而言 让女朋友生气才是可怕的 不小心把女朋友生日蛋糕打翻在地上了 为了不爱打 我含着泪吃完了 朋友 筷子夹蛋糕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的 在学校别指过的吃吃吃 学习才是正常 你别问我为什么不去自习室 我敢去吗 那里也然成为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江湖 重战者 杀 别忘了咱们是读书人 别动不动就要打小杀子行吗 真是硬道理 品质也一样 买我们家的化肥吧 你在化肥包装袋里撒一颗种子 这种环境都能发芽 怕了吗 感觉回家搞种植业都能发芽之户 一个顾家的人肯定懂得什么是节俭 但是大妈 你把洗衣粉倒在小区广场的喷泉里 你是打算在这里洗衣服吗 喷泉已经脱了一晚上的泡泡了 是不是要急救我 你把儿子先救救我吧 我那饭少的主人没事往我抛来抛去的 现在好了啊 过去的美好都回不去了吧 不测 我只能租一架飞机把你给接回来了 我说姚明先生 请问这伞是你挂的吗 很难想象这把伞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它会被挂到那么高的电线上去 伞啊 你要是长了脚 你就自己跳下来吧 给我们表演一个高空跳伞 严谨一点说应该是高空伞跳吧 不过为了节目效果呢 咱们是换了一个比较幽默的表达方式 同样原理的还有咱们的朋友圈版 朋友圆 为了节目效果呢 咱们换了一个长得比较幽默的朋友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最丑朋友圈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哈哈曹 什么叫做换了一个长得比较幽默的彭于燕 我就是彭于燕本人 我不但是彭于燕本人 我还是吴彦祖本人呢 你怎么样 说出来没有吓到大家吧 毕竟想主持一档节目 对这个颜值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不但是对颜值有要求 而且对做人的品质 那也是 而我恰恰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你从我朋友圈里就能看出来 在网吧看到一个大概八九岁的小男孩 在玩植物大战僵尸 居然把坚果墙放在最后面 然后前面放豌豆射手 我墙忍住笑 问他为什么 他说坚果墙那个样子笨笨傻傻的 所以我要保护他 突然想想 看似成熟的我们 其实丢掉了很多很多 然后我打了个举报电话 查封了这家允许 卫生间上网的黑网吧 可以说是一身正气了 我都快被你这股强烈的正义感给感动得流泪了 花花草你太可怕了 可怕 我怎么可怕了 我没觉得 也不要感谢我 这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 应该做的 毕竟我也就天性是 爱乐于助人 是不是 从这个瞬间 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形象 真的是高大光辉 说到这个乐于助人 下面翔哥吃饭遇到的这位老板 也挺爱帮忙的 在客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知所措的时候 及时出来解围 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爱的老板 一起来看看翔哥的朋友圈 和朋友去吃小龙虾 隔壁桌一小女孩问妈妈 妈妈 像龙虾回不了家 他妈妈会不会着急 正在他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 证实老板来解围 老板说 不会的 他们全家都在这 这位老板简直是及时语 即刻人之所及 可以说是一个很赞的老板 这样善良的老板 哪里找啊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这位老板可以说是 及时地冲到了一回 救火堆元的角色了 只不过他是 拖油救火 小姑娘怕是当场要被这个残忍的现实给逼破了 真心疼他 同样觉得心疼他 还有风格 因为从他发的朋友圈来看 他最近的生活 应该过得 进不许多顺利的 别人问我 比你在咬了一口的苹果里发现一条虫子还要造型的事是什么呢 我说 你以为我会说当然是发现半截虫子了 是吧 你错了 大兄弟 比这造型的是我生活里的所有事 所有事 风格是不是又被拒绝了 别伤心 不要因为一棵树而放弃整个森林 这就不解风情了 不会说话呀 很明显风格连另外半截虫子都吃下去了 风格 男人更连语要庆心呢 庆心 不知道风格遭遇了什么 但肯定不是被人甩的 因为他就不可能有女朋友对不对 被甩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推测他搞不好是把那个苹果里的整条虫子都给吃下去了 不过没关系啊 风格 虫子营养还是挺丰富的 蛋白质是肌肉的五倍 补充补充营养也是挺好的不是吗 当然了 像咱们的欧阳公子这种人除外 毕竟他都已经胖到连未来丈母娘都嫌弃了 昨晚第一次去女友家见家长 他妈妈做的菜很好吃 我吃完三碗饭 刚想起身再去盛一碗时 他妈妈立刻按住了我说 没事 碗放着等一下我一起洗 我想问问发生什么事了 怕是不会让你去他家吃第二次饭了 好自为之吧 四碗饭怎么了 你未来丈母娘也太小气了 欧阳公子你看看你 把你未来丈母娘吓到了你知道吗 平时我们跟你一起吃饭 你吃那么多也就算了 到了未来丈母娘家 还敢这样放飞自我 你脑子里是不是 你脑子是不是放家里忘记打出来了 你不会跟川大帅哥是亲兄弟吧 毕竟他脑子里 那也是长期放家里的 不信 不信你看看他朋友圈就知道 被这蜘蛛咬了一口 我感觉他好像让我拥有了像他那样的超能力 没错 在网上一待就是一天 别提多厉害了 干你就不入我了 只要给我电脑 我能在网上待到天荒地老 这超能力可以说是相当费电了 我们栏目都是一群什么智商的人呢 也不知道说啥好 要不我把自己的卡号发给你吧 用不完的钱 只用打一半在我卡的就行了 这肯定比给你电脑划刷呀 好了 又到了这个话题讨论的环节了 今天我在微信群聊里发起的话题讨论是 第一次练车的时候 假校教练都跟你说了些啥 第一次练车发挥市场 教练很失望 他靠着窗点上一根烟 用嘴把烟头做得通红 说方向盘上挂块肉 狗都逼你会开车 可以的 场景还原得很逼真了 练车的时候开得好好的 教练突然要我踩刹车 我就低头找刹车去了 教练吓得赶紧踩停了行车 对我说 不要浪费钱了 去退学吧 教练其实是个负责任的人 没把你放路上来害人 也是功德一见 第一次练倒车入库 死活进不进去 后来教练喊我从车上下来 对我说 来 咱俩把车子抬进去吧 我发现驾校教练幽默 感到好强 来我们栏目上班 估计都不用培训 第一次练路口 教练很严格 我紧张坏了 在红绿灯前疯狂熄火 教练淡丽地看着我说 红灯也不过 绿灯也不过 咋的 没你期盼的颜色是不 我躲在被子里笑出了主角 我朋友跟我说的 刚开始练车的时候 教练要他踩刹车 他一脚刹车踩到底 结果教练没反应过来 头撞玻璃上了 这个教练缓了好一会儿说 行 没踩错 下次请轻一点踩 这么温柔的教练 是在哪里找的 马教练更幽默 他直接告诉我 去隔壁驾校吧 我有熟人 可以给你优灰 签台词 别搞我了 好了 今天的最终朋友圈 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了 网友小考拉问 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 一个人是低道的吃货 你能举例说明一下吗 那我就举个例子吧 我的小学同桌呢 特别的喜欢吃 身材也是对得起 他吃下去的那些东西 有一次呢 老师问他 说生的反应词是什么 他脱口而出 我知道生的反应词是食物 当时老师的脸就黑了 就知道吃 网友默念平静了 你刚入职的时候 发生过什么搞笑的误会吗 让老板对你印象深刻 当入职的时候呢 单位需要照片和身份证 我就把两寸照 身份证还有资料 都给递过去了 最后呢 主管说我的照片太大 回家把最小的换过来 然后我就照办了呀 最后主管居然批评我 说叫你换成一寸照 你弄张吃着奶皮的照片来 算是什么意思啊 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白 是你没有说清楚呢 还是我没理解到问呢 网友我是小工具啊 问现在的孩子太闹腾了 你小时候因为什么 被家长说过吗 小时候呢 爸妈给我解释说 过年福字倒着贴 代表着福到了 我记在心里了 第二天写着一张钳子 倒贴在门口 妈妈看到之后啊 对我是一顿胖揍 我让你倒贴钱 让你倒贴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守候